I'm a genie in a bottle, baby Hi,我是金妮粉红屏 有观众看了我失忆的早晨习惯这支影片之后 就有私信问我关于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个保湿棉片 我没有想到我这个不是美妆博主的内容创作者 都会有人对我用的保养品有兴趣 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更详细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这些产品 另外呢,我也跟厂商讨论了 帮大家博了一个福利 影片最后会有一个give away 所以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哦 那说到我目前用的这一组保养品呢 它的品牌叫做Hada Himitsu 可能你是第一次认识Hada Himitsu 但是你肯定认识它的品牌大使 也就是代表马来西亚去到里约参加奥运 而且得到银牌的宇球选手陈威强 Hada Himitsu这一组产品呢 之前跟大家稍微提过 它是一个旅行试用套装 叫做高效保湿抗氧化修复系列 有些人会觉得保养很麻烦 许多不一样的产品需要买 你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这整袋呢 就是一组的保养品 你不需要分开买 而且我觉得它的包装很精致 有点像是女生的手提袋 我觉得送给闺蜜朋友 甚至是客户都非常的体面 接下来呢 我就是会按照保养的次序 一个一个的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些产品 保养的第一个步骤 当然就是要洗脸嘛 所以第一个产品就是这个 Refreshing Cleansing Gel 洗脸凝 再怎么懒多保养都好 用洗脸霜 洗脸凝是一定要的 其实很多人连洗脸霜 都不知道要怎么选 很容易会误买一些 可能不适合你的皮肤 或者是不适合你的年龄的洗脸霜 如果你是这群不懂得买的人 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因为这个呢是适合所有的皮肤状态 13岁以上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它是一个早晚都适用的产品 首先呢就是要用清水将你的脸沾湿 再来就是取适量的洁面霜 放在你的掌心 建议啊 如果你是比较干性的 那你可以按压两个pump 如果是油性的皮肤的话呢 那就五个pump 这样才可以彻底清澈你的脸 之后就是轻柔三秒钟 让它变成有一点点泡泡啦 最后当然就是用平常洗脸的方式 涂抹在你的脸 打圈 按摩 然后就清醒 下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观众询问的保湿棉片 大多数人都知道呢 你洗脸之后要用toner嘛 我们一般上人都是会买一罐的toner水 再加上棉花擦你的脸 这一罐也是我第一罐使用的保湿棉片 它里面是棉花 而且已经沾湿了toner 它双面是不同的设计 是粗还有滑面的 首先呢 你就是使用这个印花 也就是粗面擦拭你的肌肤残留的一些代谢物 再翻去柔软的一面 擦拭你肌肤多一遍 就是要将这个精华导入至你的肌肤 那如果你是想要镇定你的肌肤的话呢 印花的部分擦拭之后呢 再用滑的那一面 敷在你想要镇定的部位 就是有点像当做面膜来用 如果有好几个肌肤的部位是想要镇定的话 也是可以当做好像富黄瓜那样多拿几片 下一样呢就是这四罐东西 叫做安瓶 简单来说 它就是帮助你补充胶原蛋白 我们所说的collagen 一瓶这样子的安瓶呢 可以分早晚使用 用量可以是每次半瓶 或者是每次四分之一 不要以为早晚都是一样的功效 早上用的话是可以抗养防护肌肤 晚上用则是修复紧致你的肌肤 取出这个精华液均衡的涂抹在你的脸上 就ok了 那如果你的肌肤是属于湿疹的话呢 可以用你的指腹全脸按摩 让它完全的吸收 还有就是老化的肌肤 比如说比较年长的朋友 你可以涂厚一点 让它有点像是当面膜这样子敷 第四样就是这个小小罐的清凝霜 那为什么要使用它呢 因为你清洁之后补了胶原蛋白 就是要让所有的营养还有水分锁起来 它是一个保养的closing step来的 取少量点在你的面部 然后推开制它吸收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甘心明显缺水 然后敏感的肌肤的话 拿取的分量大概是马币20cent这么多 更厚一点当睡眠的面膜也是ok的 还有一种很懒人的方式 就是你洗脸之后 在你的肌肤还没有完全擦干的时候 就用厚厚一层 涂抹在你的脸上 所以你也不需要用化妆水 不需要用安瓶了 刚刚提到的四种产品 都是在这一盒里面 而且早晚都可以使用 步骤也是一样 最近我就多加了一样产品 就是在我早上使用了这些保养品之后 最后一个步骤做的 幻肤霜 无论你有没有化妆的习惯 防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幻肤霜呢 它是有防晒的功能 可以防止紫外线 如果你是有化妆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当作是底妆 或者是隔离霜这样子使用 它有一点点遮瑕的功效 可以帮你均匀 还有就是提亮你的肤色 最厉害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它不只是可以涂脸 像手肘啊 膝盖啊 比较暗沉的部分呢 其实都可以擦的 我是觉得非常推荐懒人使用啦 包括学生啊 孕妇 因为如果你没有化妆的话呢 你涂上这个 你的气色就变得更好 有一点点美颜的功效 它的紫色 我很喜欢 ok分享了这么多 我当然还是希望 看这影片的 你可以亲身去试用这些产品 现在就是gip away的时间 我要送出的就是这个里面有的 其中一个产品 也就是保湿棉片 而且我要送出的保湿棉片呢 是比这一个更大罐 我手里的是60ml 但我要送出的是120ml 原价是218令吉 还有另外一个gip away的产品 也就是这一个 换布霜 原价是228令吉 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gip away的礼物 特别鸣谢哈达秘密苏 参加的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追踪 Genie粉红瓶和哈达秘密苏的Instagram 在Genie粉红瓶这张Instagram照片 按赞 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哪个产品 并tag一位朋友 就可以啦 欢迎各位把这一支影片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更多人一起来参赛 那我就等大家 把哈达秘密苏带回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在揭晓得奖者的时候 再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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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